有的人觉得很贵啊这个怎么讲呢 我这一天要卖20多把 他们就喜欢我做的 知不知道啊 有的老铁呢就是买那种什么6块6 5块8 我也有成本5块钱不用5块钱兄弟成本1块钱 成本不要钱 兄弟 兄弟不要钱 真的 一个木头两毛钱 一根钢丝一毛钱 一个铜套一毛钱 加起来5毛钱 都是利润嘛 行不行 这个给你的一个答复你感觉行不行 啊 这个答复你是不是很满意啊 套成本5毛钱呢我就说说5块钱我说5毛钱嘛 我要你这个你给我发个定线好的 送5字影条啊 送5字影条给你啊 我5块钱你看看我哥就是欣赏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你看看5毛钱我都能买60块钱 对不对 懂货的人他都懂不懂的人你跟他讲都没用兄弟 好了哥 钢丝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潜钢丝啊 潜钢丝 就是钢丝中的潜钢丝 潜钢丝 你看一下啊 有懂货的人的有不懂货的人对不对 你跟他跟他们讲没意思对不对 自己要的那我给他给他做的对不对好的好的感谢叶哥啊 对不对 有的人做一个钢丝一根钢丝 勤钢丝的一个1.5的他就能收人家多少钱 一根钢丝勾冷弯的一个钢丝勾就收几十块钱 是不知道 1.5钢丝都可以都有都都可以做的 你要多大都可以做对不对 但是你正二八斤 叶哥你假如说是掉掉那种 半两到一斤的 就是这个我刚刚做的这个钢门是足够的 就是包括这个钢门 就是这个钢门 你可以看一下 包括钢子的一个追度 钢峰的一个追度 包括钢峰的一个弧度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不是随便能弯的出来的兄弟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是随便你瞎整你就能整的好 我跟你讲有的老铁他不会用 他学两年都弯不出来 知道吧包括我们买的那种钳子 一把钳子都是200来块钱 这把钳子是我的剃用品 知道吧 我一个月报费钳子我要报费600多块钱 懂这个意思吗 然后磨的时候你这个勾间 勾间1.5毫米要平推 平推才能够磨出追度对不对 你自己磨也可以对不对 我又不是说 一定要我磨好你去磨 那也是可以的 对吧 对啊 刚才那个老铁不说成本5块钱了 我跟他说了成本5毛钱 成本都不要钱 对不对 那兄弟是不是是不是走了 我6块钱弯了3个够费的对啊 我买的那个小李基本上是那个德国的那个派克 德国的那个派克 你去查一下一把钳子基本上是200块 我上次用的那把小的 小的那把钳子 太合金的把钳子都给我搞包庇掉 就是要那种钳子弯才能够弯得出来好的钩子 你知道不知道 你要是你要是乱弯 那什么东西弯不出来 对不对 我给你看一个钩子能叫给我弯的影条你送我个线钩吧 好好好 可以可以 大方一点我大方 这个人这个人我以前叫这个人弯的钩你看一下 我以前叫他弯的他给我三四十块钱弯的这个钩你看好不好 你看一下他这个这个弯钩的技术一点都没技术反量 你看到没有 这种钩在我眼里就算报废的 你看到他的这个追度没有 他这种的话没有饱和度的 很容易把扇油的嘴巴给勾裂掉 懂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我人家那里买的这种你看 这种这个设计我一点都不喜欢 但套的还转不过来 以前他给我做的大概说我三四十块钱一把做好的 这个勾你看行不行 你看整体这么软你看到没有 我给你看看 看到没有你看看这个勾你看一下 钢磁比他细 照样比他做的硬 你怎么知道 懂不懂 包括这个这个衔接部位一定要会这样动 手势很舒服 你怎么知道 我靠这个东西你你你这样弄的你你手势都做不过来 兄弟这种设计会好的 我有的我都不想说他们你知道吧一定要这种手势这样子有手势都会动的烧一下会动的对不对你这个什么裹着个手指你咋搞 哎我是我是掉这样子掉还是拿着这里掉我这样子掉 对不对 人家这个东西都不用设计的吗你这样弄着你又弄不动又没关系你看手指都卡不过来 对吧 对不对 肯定是这种好的设计理念那我怎么不知道我这个这个我跟你讲我都用过这个设计我跟你讲 你看这个木头你看这种什么木头你懂吗 这个是什么木头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木头 你去细品一下懂还的人他都懂呢 看到吗你看这种木头 40来块钱一个你看做的是啥钩子你看到没有 软不拉击这种你看 我不是说他不好 他磨着钩子就差 哎这种你看 啥玩意儿 你看我们做的东西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钢丝阿外都是神秀因为都是用琴钢丝做的 阿呗 不锈钢丝他的韧性他不够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但是你这种钢丝锈了以后你就在用3000木的沙皮这样稍微倒一下就行了 你不要放在水里面浸泡 这个意思你理解吗 真正光亮是你都打这样打过以后要看过的整体的一个弧度 你都要看过的怎么知道他们做光丝钢的人他们只是视频里他不跟你讲 怎么做你怎么知道 打过以后 每个钢子的一个追度 我都看过的 对不对 同心度的得到位 这个弯是有技术的 这把钳子我估计再用了一天 这把钳子报废了已经是裂了 刚刚买了20多块钱就这样了 成了 这把钢子 这把钢子лан打开 这把钢子弄就这么近了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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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卡夹夹不住 你看不见 光得一鼻 你看不见 光得一鼻 这个钳子小 不受力 这种钩子 我跟你讲一般的人都弯不出来 直播间有几个老铁弯出来 咋不戴手套 戴手套没手感 兄弟 我跟你讲 这种钩子目前为止是大师级别的 懂不懂 钩门6.00 路哥 路哥可以 路哥应该已经是大师级别的人物 有点大师级别的人物了 看就一个人会 你看到没有 一个人弯得出来 你看到没有 这个直播间两百来个人 一个人能够弯出来 简单 对不对 路哥看来已经是比较厉害的 比较厉害的 我跟你不是简单 你没有一点手法 你也弯不好 不要以为你有配套 鱼伞 对 就这样 手好痛 兄弟们 这个钓小的 对 钓小的 刘哥 这个钩子的话 我跟你讲 从一两到一斤的 绝对没问题 你信不信我 你别看这个钩小 一两到一斤的 你随便去钓 这钩其实在我眼里面 其实它是属于是中钩 中钩 中耗 钓小的 看技术 会钓上鱼的人 6.0他都觉得大 他都用5.5的 只要烧红好弯 烧红的 烧红谁不会弯 烧红以后不行了 对 5×5 三国凶手 对 烧红的 你说谁不会弯 这个叫冷弯 烧红的话 我跟你讲 印度 脆 脆活了 我跟你讲 不行 知不知道 脆活了 脆活以后不行了 对不对 你烧红 你烧的老红了 我跟你讲 这钩子是报废的 在我眼里的话 烧红的钩子就是报废 它的它的韧性不好 韧性 没韧性 它只是一个退活嘛 我知道 油里面稍微搞一下 对不对 做傻了 马上用冷水泡 可以 可以的 兄弟 可以的 兄弟啊 你说怎么泡 就怎么泡 这个好 这个比较亮一点 这个密度比较高 油性比较足 经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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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听他的嘛 听我路哥的嘛 路哥说咋样好 我就稍微听他一下啊 有的经验 我采纳 有的经验 我倒没说 感谢我小宝啊 油型的好 还是脾型的好 各有各的好处 等一下我做一个脾型的啊 就是没韧性 对 它的它的勾子呢 就是脆活脆活以后呢 它就要不不来 来就断 像这种的话 你冷弯 弯好以后 它是有韧性的 懂吧 它有韧性的 能种善鱼最好 对呀 下个这多少米啊 做好的60米 自己做的便宜点 自己做的便宜一半 我有30年 成的老酒 我正常的 哎呀 兄弟 我不喝酒 胖哥 还有更小的不 更小的话 做到5.0 4.4点几 都可以 都可以做的 刚才那个老铁买了三套配件 他自己去做的 我给他讲解一下 但是你做报废的 你不要来怪我 对不对 跟上次那个老铁一样的 我靠 买了三套的做报废的 你这样找我的话就没意义了 对不对 20年尊常的老中华 中华我是抽的 胖哥 中华的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 你说老酒 我对酒不感兴趣 对酒 我是不感兴趣的 你看看 兄弟 你不要以为木 木的品种有很多种 有的老铁的不懂 你看看 兄弟 你不要以为木 木的品种有很多种 有的老铁的不懂 你看看 兄弟 你不要以为木 木的品种有很多种 有的老铁的不懂 懂不懂 价格差十万八千里 懂不懂 我都不想说他们 你知不知道 还什么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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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三十四 四十几 两个 我刚刚 嗯 刚刚拍了两根竹子狗啊 兄弟 刚刚拍了两根竹子狗 是吧 我知道 我知道的 三哥 兄 这边跑 那边跑 DV 对不对 路老铁的不懂的 你像这种木 这个是什么木 你知不知道 这种叫什么木 有没有老铁知道 你看看这种木 东西都不一样 对不对 老老师跟我讲 人家卖什么三四十 铁木 它那个木 他妈只毛钱一块 我操 我都不想说它 我这个木 一个木 他妈的七八十来块 我不加配套之前 我都七八十来块 好的红木 你看到细腻程度 我静静地让你看细腻程度的人 他都看得出来 你要是这样子的话 还不一定看得出来 你这样子看 你看 你自己看 你看看 你再看这个 做一只最小的 好 等一下 那个路口 等一下 这个是老铁要的 稍微等一下 用紫痰的也不错 对 还有那种叫 虎皮痰 虎皮痰也挺贵 要做多小 路口 你要做多小 你给我报一下 报一下数据 你要做多大的 好的 好的 看看手艺好的 好的哥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那你总有一个尺寸嘛 你弯的怎么小 你掉多大的扇鱼 你要告诉我 对不对 你给我搞个越小越好 你要多小 你总有一个参数 对不对 我跟你弯成两个钢丝饼在一起的 那你说你还能掉扇鱼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基本上掉多大的扇鱼 还够斤要短 不是 我说够这小 对 够这小 够斤也短 这样的人 你看你配得出来 小的掉稻田扇 对呀 他掉稻田扇嘛 有的是掉 这么短 够 够近你看 那我要问他嘛 对不对 他说怎么个小法 我又不知道 对不对 他说越小越好 你不可能两根钢丝饼在一起吧 半年的扇鱼 半年的扇鱼5.0差不多了 5.0 5.0到4.5 3.5的话 你刚是要用1.0的做 1.2的饼在一起了 我给你实况是讲 这么小 这个老铁做的 他的距离就这么短 看一下 用大火去吹啊 不是一个两个就这样子做嘛 对不对